是 沈不仙啊 咱们认识少说 也有二十年了 我欠你家那点钱 你至于追着我要 好呀 那你现在就把我的钱给我 我 拿不出来还这么大口气 你觉得我是来长的人吗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还信不过我呀 你说 来这个城市 是为了不连累其他人 挣钱还债 你挣到钱了吗 我 挣在挣钱的路上啊我 那不是还没挣到呢吗 你别说那么多 现在你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贴身助理 二十四小时必须随教随到 我的命令就是圣旨 懂了吗 懂了没 懂什么呀 我一摇铃铛 你必须马上出现 不是沈卉星 你把我当什么了 狗 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别胡闹 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怎么当你助理 那就辞了好了 辞了 对了 这个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 我们俩还因为抢金鱼 打过架呢 记得吗 哥哥哥哥哥 我也要玩 不给你玩 给我玩玩吗 不给 你又欺负妹妹 快道歉 你到底记得不记得啊 没记得 我就推了你一把 还被我爸揍了一顿 我当时是假哭 不过 看你挨揍还能不哭 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送给你 算是对你的补偿 这都为了好几天呢 怎么还不进场 顾叶 你上次给我拍的那幅画 还挺好看的 我越看越喜欢 是吧 我也觉得不错 你最近怎么样 还行啊 就挺好的呀 我在外地看展 过去后 我去找你吧 顾叶 你在干吗 工作期间 谁允许你打电话的 你疯了 换这协议里 也没要求不能打电话啊 那我就把协议改了 沈会兴 你事可而止吧你 你怎么还跟小时候 我一样亲爱的 怎么样 你打我呀 比齐了就打你了 你 小时候又不是没打过你 你这么凶 你真生气了 我记得你小时候 就齐软怕硬 怎么现在还这么毛病 还不是你小的时候欺负我 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 那你说吧 你怎么样才能不生气 你打我一顿 我干吗也打你呢 你以后别太过分就行 那 刚才的事怎么算 求着要惩罚 那这样 今天哪个我放天假 放假 你要干吗去啊 搞定 不就是画画有什么了不起 看 口气还不像 我用脚画也比你好看 嗯 穿回心一天到晚都看些什么呀 真自恋 我去 这么多快递可真能买啊 作弊骰子 网上还卖这东西啊 骰子 上回信肯定买好些 我给他换 好 故意 咱们玩个游戏吧 你要是赢了 就减免你全部的债务 什么游戏啊 小时候你都不跟我玩 只跟别的小朋友玩 行 那我跟你玩 你都输成这样了 还玩吗 怎么会这样 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 来 我们这把玩个大的 你要是赢了 我就把这个还债协议给撕了 一辈子都不找你要债 你小时候玩游戏 输了就几眼 闹得半个小区都鸡犬不能 现在一点都没变啊你 来 跟你支骰子了 缘毒服输 给我 我不给 我不给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顾亦 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 有你这么耍赖的吗 你 现在想起小时候 为什么不跟你玩了 你就玩不起你 小时候你也这么讲 然后呢 然后 我小时候就觉得 你特别有胆量 现在 觉得你特别有魅力 你够了啊 顾亦 你现在就很有魅力 顾亦 你还生气吗 顾亦 你就因为这样的问题 成了二人思想的助理了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我和你说啊 这个沈卫星不是要债那么简单 她明显喜欢你 我有办法把你从她手里救出来 有什么强强话 不用当上我的面讲啊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你能不能上点心啊 当然是拯救你的事啊 哦 那怎么救啊 方案就是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 假扮女友 嗯 沈卫星明显就是喜欢你 让我假扮的女朋友 让她知难而退 这是不行 这要肯定好使 能行到 嗯 总觉得 你觉得什么 我做你女朋友 让你觉得丢人了 太好笑了 你上赶着当人家女朋友 你这有什么素质啊 偷听人说话 你是说我没素质 对 我就说你没素质 那也比你强多了 我跟顾一哥设协议的 协议里说了他不能骗人 你现在怂恿他来骗我 你就是违反了协议 你违反协议 就是等于违反 我现在就可以报警 他这人看起来 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嗯 一直这样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 我告诉你 你跟顾一哥求情也没用 这顾家家的游戏 你们玩吧 我走了 顾一哥 我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有法律预计的 不厉害吧 嗯 你真觉得自己厉害啊 不然呢 顾一 啊 他喜欢你 我们谈恋了吧 顾一 下楼吧 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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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来吧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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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一 他就是顾一恶心我的 你这是要干吗呀 别管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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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 看 阿姨 你 你 我再买你了 我去 你 陈总 你好 慧兴 你怎么在这儿 陈叔叔 你怎么在这儿 你先说你怎么在这儿 是不是又背着你爸爸 跑出来吓唬闹了 你也来买故意的话 我 我没有吓唬 那 我是来旅游的 你真是来旅游的 你要是骗我 我现在就给你爸爸打电话 让他接你走 我没有骗你 不信 你问他 我现在就给你爸爸打电话 他不是来旅游的 他来那个 我是 我也是来买故意的话的 你也知道 我爸爸快生日了 也就还差十一个月吧 我想给他个惊喜 你不要告诉我爸爸 好 好 叔叔啊 替你瞒着 故意啊 你很有天赋 潜力也很大 你可千万不要浪费天赋 仗着年轻就天天傻玩 叔叔 你说谁傻玩呢 我啊 是替你爸爸担心 贵心啊 你也不想了 你应该啊 玩人都不舒服 玩人都不舒服 不愿意听我唠叨 好 那我先走 车叔再见 谢谢你啊 云森 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对了 之前你工作的那家小画店呢 他们要转让了 我帮你联系了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接手 到时候呢 你就画你自己喜欢的画 你看 今天不就有人来买你的画了吗 算了吧 你要是担心钱的问题呢 我可以倾借给你 总之 先接下来再说 真的不用 我不能再倾钱了 这个店我接了 沈归星 你干吗呀 我接手 你经营 挣的钱 刚好给我还债 你就这么做主了 不然呢 你什么时候还我钱 这画店的门头 也太丑了 得换 平思 你来了 对 我刚好路过来看一下 你这是要重新装修吗 对 先是这面墙 对 这墙也太丑了 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是小路正好路过 顾一哥 我听说你要开画店了 为你感到高兴 都瞎凑什么热闹呀 这些都是我朋友 你懂点礼貌行吗 顾一 这面墙怎么装饰 你有主意了吗 还没想好 我有想法 我也有想法 那我也有 是 什么主意啊 我觉得郑子妍这个好 多吐气啊 作为本店最大股东 我一票否决 嗯 是有点不太活泼 我觉得 有点过于写实了 不能够彰显画店的风格 你们审美真让人捉急啊 过于你自己说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吧 你们选的都没毛病 各有各的好 但最好的 应该还是我的 你的 你的是什么 纯净美 就保留一面大白墙 顾一 你就是想偷懒 你们就这么看我 好了 那我也不解释了 这样 咱们每个人的方案 都融合起来 拼一个 好了 走吧 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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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 站住 老花 走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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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咱们 咱们 娶 虽 所以 咱们 端子 我们 挺 地 虽 帮我找最好的枪纸 要最好的 不怕贵 我来调原料吧 你确定你可以调得比我好吗 确实 你这方便比我再好 对了 你人脉比较广 那幅画的授权你去问一下 当然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人脉 好 喂 你我幅画的版权可以给我一下吗 你说那事 我这两天又飞过去给你办了 搞定 对了 余思姐 我帮你调原料吧 调原料这事还挺复杂的 你学过吗 没学过 我教你 不用了 不用了 别约我耽误了时间 快忙吧 嗯 诚意行 你去那儿 小路 你站那儿把画幅画幅虾 对 原思你看这个画正吗 挺好的 我觉得也是 这么和谐啊 顾艺 这个画店是你事业翻身的开始 你以后会超有钱 不过呢 钱都是我的 凭什么钱都是你的 你欠的钱不得有利息 我给你投资开画店 不得有分红啊 你还挺会做生意啊你 我这生意头脑 必须帮你吃成商剂 卫星 这就是顾艺 眼光真一般 你懂什么啊 顾艺哥的魅力不是你一般人能懂的 快回去 顾艺 你瞒着你爸来找顾艺 想过后果没 什么后果 少装傻 你爸可说了 不让你来跟顾艺鬼混 就顾艺欠的那些钱 就顾艺欠的那些钱 他这辈子也还不上 也翻不了身 你爸要是知道你跟他鬼混 非得给你赶出家门 动你一番卡不行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有什么好怕的 顾艺哥不就做生意赔了点钱吗 再说了 赔钱也不能怪顾艺哥 他那么厉害 肯定会登山再起的 登山再起 你拿什么确定啊 我 我就是确定 你根本就不确定 少骗你自己了 我问你 你从小过过苦日子吗 你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没问你爸你胆子怎么活 我没想过 也不想想 你这是在逃避问题 他真能干出来 把你扫地 出门 跟你断绝关系这种事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是还有你们这群朋友吗 我们这些朋友 我们这些朋友 我们这些朋友哪个不是跟着你爸做生意的 你爸要是一声令下 我们谁敢帮你啊 我可提前说 我不敢保证我能帮得了你 你也千万别着服 太烦了我不想听了 不想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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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翼 你 你都听到了 没听到 你明明就听到了 我以为你也会让我回家 可却没有 顾翼哥 你是不是也不想我离开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顾翼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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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表 劳力士怎么样 顾翼哥 你又推我 我烦 你烦 好解决啊 好解决啊 小时候你最喜欢玩一个游戏 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不玩 来嘛 你先听我说 就是俩人手掌对手掌 互相推 谁腿动了就算谁输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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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玩 告诉你 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 你绝对是我手下败将 能不能专心点 来 我绝对不让着你 哥 你故意的 云丝 你来了 你这会儿忙吗 就没忙过 您好 我们是做探店的 听说这里有一位大艺术家 大隐于世 所以呢我们特意过来 宣传采访的 大艺术家 大隐于世 你们宣传收钱吗 不收不收 我们不掐烂饭的 这样您做幅画 我们把它拍下来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这画画得不错呀 这画不好 这画我当时画得太用心了 我现在得没心没肺才行 真搞神 真厉害 顾叶 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都是沈国新找来的托儿 刚才信息我全都看见了 那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画呀 你完全可以 我不想在精英画店了 我不想弄去作假 我是相信你的能力的 只是现在需要更多的人看到他 我可以帮你啊 我不能再让你们帮我了 你们一直都在帮我 可帮到现在 我什么都不是 我不打算精英画店了 也不打算画画了 这样 有时间 你好好想想 行吗 今天这事要整哪一出啊这是 顾叶哥 我爸 我爸他 你爸怎么了 我爸他来接我了 顾叶哥 你能不能等我 等你 我喜欢你 我从小就喜欢你 我偷跑出来 假装问你要债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我爸他知道我来找你 我爸他愿了 顾叶哥 你 你一定要等我 因为我跟你爸闹成这样值得嘛 我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 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日子 顾叶哥 我不想离开你 喂 爸 我马上回去 我就是来告个别 顾叶哥 我要走了 不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等我回来 你一定等我回来 沈惠星走后 我们一起在花店的房租 已经违约了 房东不找我 我也知道是你帮我付了房租 你就当是我借你的 房子呢 我已经退了 那你以后 我会想办法 远思 那我先接个电话 喂 老六 你好 那个 我这儿有个房子要出租 就是环境有点不太好 环境不重要啊 主要是便宜啊 是个地下室 地下室没关系 这可没有卫生间啊 没卫生间也没关系 行 那你赶紧过来签合同 银思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顾叶 我家有个家具坏了 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那好吧 其实还有好几样东西 它也坏了 一天也修不完的 你能不能住几天 帮我修完再走 云思 谢谢你 顾忆 我觉得你现在 你心里太大了 钱得慢慢挣啊 你不能说因为挣钱 你把自己打了是吧 我原来最不在乎的就是钱 但是现在我只能多挣钱 是因为你的债务吗 我一直过得很开心 你们所有人都在帮我 但因为没有钱 因为负债 我也一直在拖累大家 我觉得我只有多挣钱 才能摆脱现在的情况 至少能让大家开心一些 你的想法有点偏激了 顾忆 可能吧 但我现在只能这么想 喂 老六啊 我给你找了个工作啊 什么工作啊 不知道你能不能干 就可能会有点累 都行啊 不怕累 好 那我现在就过去 颜色 那我走了